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案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并没有说台湾不能加入联合国 美国它当时全力以赴 它完全可以做到不让中共进入联合国的 台湾有点像南宋 北宋灭了 到杭州里面后来建立了南宋 联合国决议只是说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的席位而已 并没有涉及到台湾的归属问题 那在1971年起前 其实那时候在联合国真正的合法地位是 中华民国无法回避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中华民国一直存在 毛泽东我是太祖 我是开国皇帝 所以他必须要改国民 中共希望挤压台湾的身份空间 迫使台湾投降 实际上台湾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了 它的护照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要好用得多 观看完整内容 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订阅干净世界网站精英论坛频道 精英论坛每周六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关注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